雪中汗刀行中 北梁王府最大的底蕴 不是明面上的剑九皇和李纯刚 这两个人一个早早领了盒饭 一个在徐凤年第二次游历江湖的尾声 也是断了自己的长生之路 下一季北梁王府真正的底蕴 就会展现出来 是人称北梁核弹头的枪圣徐衍兵 这个人先后保护两代北梁王 只要有他坐镇北梁 或者随行可保无忧 同样的 李扬皇室的泰安城 放在明面上的高手 就是人貌寒生轩了 这个号称是陆地神仙之下寒无敌的人 可以说是电视剧《雪中汗刀行》第一季中 所出现的李扬最厉害的人 太监总管又是大内高手 那按照以往的设定必须是最牛的 结果大结局中就被徐凤年设局给干掉了 那么李扬皇室是不是就危险了呢 不是的 李扬皇室最大的底蕴 可不是这明面上的寒雕寺 号称是陆地神仙之下无敌于世间 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人 他都不是对手 对上李纯刚 曹长青 以及邓太厄任何一人 绝对是没有胜算的吧 李扬京城泰安城最大的底蕴 并不是为了自己徒弟 就私自出境的寒雕寺 而是一个皇帝才知道的存在 恐怕韩生轩都不清楚 不然是没有胆子跑出京城的 也是一个宦官 很年轻的宦官 有他坐镇京城 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陆地神仙 那才是真正的可以碾压 这个宦官不简单 就书中来说 那就是一个霸根级别的存在 有书迷都说 是总管自己带入进去了 年龄 与国同龄 李扬立国多久 他便是多大岁数 可谓是真正的与国同龄 境界比一品四镜的陆地神仙还要高 是属于天人大长生 而韩生轩不过是纸玄 打一打 轩原静城这样的陆地神仙 可以说是能够吻胜 但是真正的陆地神仙高手 绝对是只有他死 人家活的下场 这个年轻宦官就不同 陆地神仙毕竟还是人间 他已经接近天仙 所以才是真无敌 他靠什么成就如此境界 可以说是和黎扬王朝的国运 黎扬赵氏的气运 黎扬皇室的龙运 通化了 靠西使着龙运国运气运 而得长生 同时也提高境界 黎扬只要再一天 只要还是赵氏做皇帝 那就没有关系 他只要在京城坐镇 那才是真的天下无敌 就算是天上人 恐怕也不一定就能胜过他 再说徐凤年 洗漱了武当 长教王崇楼的大皇庭内力 已经是让人无解了 而这个年轻宦官 那可是西时的龙运气术 根本就没得完 另外 龙气是天下制刚 而这个太监又是阴柔之人 却能够共同去融合 不得不说 也是一个传奇 为什么曹长青始终杀不尽皇宫 贤妻说是韩生轩阻拦 还能说得过去 后来没有了韩雕寺 已经转为霸道的曹官子 仍然没有干掉赵氏皇帝 那就很让人费解了 必然是这年轻宦官的阻挡 曹长青已经是人间至高 依然大不过 这才是黎阳真正的王牌 最大的底牌 也是最大的底蕴 也是最神秘的顶尖高手 流水的黎阳皇帝 贴大的年轻宦官 有他在 皇帝才能真正地高枕无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